说到观光出游 现在有不少人还会带着毛小孩一起过夜 游饭店就主打宠物友善 让主人可以带着宠物一起出来走春 还提心准备宠物的点心 以及跳台 逗猫棒等等 打造全家出游的过夜好去处 爬上爬下玩得不易乐乎 跳到床上也没问题 相当自在 不过这可不是在猫咪自己家 而是饭店推出的宠物友善服务 可以让毛小孩和主人一起出门度假 只见毛小孩东看看西摸摸 这家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酒店 企业精神主打宠物友善 采用特殊材质地板好清理 布置猫和狗 另外还有羊驼 鹦鹉 刺猬 鸭子等都曾到访 2019年第一次就是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遵循了这个宠物友善 那只要是两只以下进得了电梯 我们都很欢迎 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房型 都是可以宠物友善的 我们也有两个楼层 是完全没有宠物入住过的 订房时会依据宠物特性 做不同的准备 选择适合的小点心玩具 床铺 宠物水丸等备品 毛小孩在房间里不无聊 还可以自由和主人互动 另一家位在新北市新庄的酒店 也主打宠物友善 一进房间 诺大的落地窗前 宠物小窝立刻吸引猫咪目光 这家酒店特别的是由宠物专属楼层 狗和猫咪房间也分开 沙发都特别换上猫抓布 让寺主不用战战兢兢 地板也是采用 有别于一般酒店的材质 那我们也发现说 越来越多的寺主 其实他在旅游的过程中 他需要一个品质比较好的 一个住宿环境的选择 开幕以来 其实狗狗跟猫咪的询问度都蛮高的 狗狗跟猫咪每一个个性 其实都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都是要尊重他们的差异性 酒店主打宠物友善 想出游就可以多一项选择 不用怕没人可以顾毛小孩 还可以享受一同出游的乐趣 记者负责黄澄博 台北新北长报导